今天是520 恭喜蔡總統正式的一個所謂再一次的一個所謂就職 那麼當然為了國家人民的一個所謂福祉 我講坦白蔡總統還要多加努力哦 真的不要以為說第二任就要開始擺爛 那當然我們開玩笑 這也不干我們事情 他到底要擺爛還把事情做好 我講坦白了 那也是天注定 跟我們沒什麼大關係 好 那我現在我所問到一個最大的夜水問題 每一個投資人問我說小事啊 那520之後 台北股市會不會有比較大的夜水波動 我請問大家 你今天有沒有看一下外資在期貨的夜水口數 今天外資期貨的口數增加55口 增加55口 外資是怎樣 他現在不敢操作是不是 好 那麼基於上述的夜水理由 我現在開始慢慢跟大家做夜水解盤 那我們也不要花很多時間去跟他做驗證 因為最近我發現說 其實解盤會解上癮 那我也希望說能多一點時間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一個所謂嘗試 有關於一手教育的夜水知識 那麼這都是我們過去的夜水解盤的夜水內容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麻煩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們在YouTube的夜水重播單 因為今天我還是老壞劇 有很多投資朋友他帶槍來投靠 那我麻煩大家你帶槍投靠來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幹掉你前面的夜水老師 因為很簡單 我說過了 如果每一個投顧老師真的這麼樣準 為什麼沒有一個老師他敢做到一個事前的預告 就像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全宇宙大概只有我謝文安 很清楚 我有在跟你講520嗎 上禮拜五外資買了2513口 我很記得跟你預告 我說收盤小於關價收盤小於A7 而且周縣他是個飆飆準準綠燈 結果禮拜一台北股市 有沒有出現往下的夜水跳水 然後之後跟你預告收盤大於關鍵 收盤小於關鍵收盤大於A7 結果P按牌有沒有先往上擠拉 擠拉之後隔天的夜水跳空開高 主力心態馬上由多轉空 就又往下做夜水連續性的下殺 這些過去的東西麻煩你就可以得到夜水完整的佐證 從那邊開始慢慢講 那基本上這是我昨天 因為我說過了 你當我的夜水會員 沒有你帶槍投靠之前 之前先了解我的夜水操作方法 我的夜水操作邏輯 我慢慢講 所以5月19號1點57分 我請問大家Telegram也好 或包括Line8也好 他的時間能不能再改 絕對不能再改 來再看一遍 我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外資買了1472口 我們很久跟大家預告 我說收盤小於關鍵價 可是AC的部分我不會跟你講 我是從我生日那天開始 我就很清楚告訴大家 我絕對不會跟大家講 好開清楚 結果在1.57分 甚至於包括你們的Telegram 其實Telegram我在昨天有跟你講 那我先不管Telegram 我就用這個我會員的訊息好了 1.57分 這邊這邊1.57分 1.57分 看到1.57分 1.57分的時候 麻煩你把我的盤槍高打開 我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我說收盤小於關鍵 收盤小於AC 必多開高壓力加重 這是我在昨天1.57分 我先給會員的夜水註解 結果昨天先從PM盤開始 PM盤跳空開高 沒錯吧 跳空開高 結果開高有沒有往下做夜水走低 而且來到我所要的夜水多方防守下 又拉起來 結果今天AM盤又跳空開高 結果開高為什麼還要再走低一遍呢 因為很簡單再來一遍 其實收盤小於關鍵 收盤小於AC 他不只可以用在PM盤 他也可以用在AM盤 因為不可能說 因為很多主力做手 他們也在做PM盤 所以AM盤 AM盤他所發生的事情 隔天的AM盤還會再來一遍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再來 那第二個5月20號 今天早上8點38分 你又從我的盤槍高 你看到什麼 875到883 他是一個標標準準的最大值 再一遍 上個禮拜一 為什麼我們能夠賣在天花板 因為很簡單 那時候我知道995以上 他是個標標準準的最大值 最大值以上 他是個標標準準的超買 最大值以下 他是個標標準準的超買 再一遍 我在上面所標記有兩個最大值 每天都會有兩個最大值 一個是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在上面的最大值以上 是個標標準準的overbought 在下面的最大值 他是個標標準準的oversold 這樣懂 所以在今天早上8點48分的時候 8點48分 你能不能從美國 美國期貨盤就已經知道台北股市要怎麼開盤 就今天早上真的如預期跳空開高 那跳開高我請問大家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今天早上跳空開高的時候 開高我說過了 最近有很多投資朋友你們帶槍來投靠 而且你帶軟體來做投靠 那問題為什麼要投靠 因為很簡單 我請問各位 假設就當沖的角度 這樣當然你是不流倉嗎 或是你昨天留錯邊的 你昨天留空單的 今天早上天空開高幹什麼 正常人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就是要看 那看一看之後 他垂直往上做一個極拉 他這個垂直往上做拉抬過程當中 你的軟體有沒有出現非常明確的 夜水買進去 絕對有的 可是問題這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跟我強調 很多投靠老師跟你講說 學技術分析三條線 當然每天修改軟體參數 每天自然就能夠買最低 每天都能夠賣在最高高點 每天節目唯一的任務 就是跳針式的 告訴你每一檔股票都賺錢 跳針式告訴你每天都賺 那一種沒水準的節目 你還要看 那麼什麼叫有水準 什麼叫有水準 很簡單 今天早上8點48分 我要很清楚的告訴我會員 875到883以上是一個最大值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你不知道883以上 它是一個標標準的最大值 這個第二波網上的吉拉 你的軟體一定有買進訊號 就當你的軟體出現買進訊號 很抱歉 主力作手難道沒有那一種 突破跌破紅買綠賣的軟體嗎 他要往下做一個人來擊殺 人家擊殺的過程當中 看清楚 10點11分 10點11分 那時候指數 指數快速往下做一個人來回檔 那回檔是什麼 因為蔡總統在講話 我說很多人說現在是按頭 我說不是 我說他不是按頭 我說他絕對不是按頭 絕對不是按頭 我請問各位 我在堅持什麼 我在堅持什麼 很簡單啊 875到883 它是最大值 832以下 他是一個超買區 結果有沒有來 有沒有來 這樣又30點了 這個行情真的把所有人玩到往生了 往到掛掉了 真的往到掛掉了 可是這是為什麼 這個強調 如果你沒有主力心態 你不懂得夜水多空防守價 我奉勸各位啊 從哪裡跌倒 你就真的不要再站起來 全宇宙有哪一個頭顧老師 除了第一時間讓你下載我們軟體 而且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你們真的是最幸福的 你們第一時間擁有主力心態之外 你們第一時間也可以擁有我們兩份非常珍貴的 不管包括PM 不管包括AM的夜水排檢稿 那我請問各位 准還是不准 你昨天下午 你都有看到我PM的排檢稿 准還是不准 你心中有一個完整答案 然後再補充一句話 永遠相信事先預告才是真的 好 那你說接下來這個行情 到底該走看 首先你仔細觀察一下 昨天廢辦指數 他有沒有收上我所跟大家提示的 夜水空幫的夜水防守價 今天昨天廢辦指數不見 廢辦指數空幫價落在1806 昨天廢辦指數 他沒有收上1806的夜水空幫的夜水防守價 所以導致於今天外資只買55口 所以說我們先把原因給講清楚 那問題重點 今天的夜水收盤 他有沒有大於897的夜水日關鍵價 有的 今天收盤說大於897 可是今天的收盤到底是大於AC 還是小於AC 很抱歉 麻煩你自己懂得如何去計算 AC有多麼樣的重要 今天2379的夜水日益 有沒有完完整整的命中的 麻煩你自己懂得計算 因為我不可能 好 因為這是會員的夜水權力 很多都消失啊 你每次講的AC都好準的 就像昨天你跟我們預告 收盤小學官家收益小AC 昨天PM把這些跳空開好高 他好高之後有沒有 有吧 有吧 然後彈起來之後 尾盤又下去 因為他收盤小於關鍵 收盤小於AC 所以AC超級無敵重要 不是說關鍵價不重要 因為關鍵價是非凡要求 我一定要在節目當中講關鍵價 所以我跟大家講關鍵價 可是AC的部分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你要懂得如何去計算 要怎麼樣學學計算 很簡單 全方位360除了給大家魚吃之外 更是要教大家非常多寶貴的夜水 釣魚的夜水技巧 為什麼要學習主力做手釣魚技巧 來快速回顧 基本上我說過了 你應該找不到一個老師 一檔一檔 你看圓太今天還在創新高 2377的維新今天還在創新高 我所挑選的主力心太多的夜水標的 不是告訴你說我只做國具 沒有這一回事的 不是只做國具而已 你其他等級的會員 你說老師 國具價差這麼小也要做 今天價差也才高達5塊錢 你再做國具 沒有那是一種專業訓練的夜水養成 那你應該找不到一個老師 一檔股票 這樣八個多月的時間 八個多月時間 價差總共高達1600多塊 1600多塊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一張160萬 10張1600萬 100張1億6000多 那我請問大家 你錯失了多少機會 好啊 我們不要講到1600塊 我們先講202塊 2月份202塊 3月份先做多 再放空再做多 所以說3月份 我們的價差也高達將近有400塊 4月份的夜水部分 我跟大家的差別 4月1號還有包括4月24號 4月1號當時很近 跟大家預告主力心太多 收盤大一塊 收盤大於一個所謂AC 所以說4月份我的價差也高達233塊 你看我都沒有浪費大家時間 因為最近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想要學 可是問題 你到底要學到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說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講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帶大家多學呢 因為你不覺得 因為其實在金融商品市場上面操作的大家 你們常會犯的一個所謂病是什麼 病 不是什麼 哎呦老最高殺低錯了 不是啦 我講身體的病 身體最大的病 就是胃潰瘍 胃潰瘍 那為什麼會胃潰瘍 你要知道 胃潰瘍就好像我們的皮 其實我還蠻喜歡講醫學常識 我也希望說以後有機會當醫生的 應該是沒辦法了 應該沒辦法當外科醫生 因為我現在老花眼看不到 就像我們的腸胃 就好像被你跌倒的時候這樣磨一層 就像胃潰瘍 胃潰瘍 胃潰瘍的也隨情況之下的話 通常你很容易胃脹氣 因為我是過來人 因為我的胃潰瘍從來都沒有好過 然後從來沒有好過的最主要原因 你要知道 所以說這邊先打個標誌 吸菸有愛健康 而且吸菸會導致非常多的疾病 大家要及早戒菸 可是老師也沒戒菸 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戒菸 我靠腰老師戒菸要時間 當然戒菸要時間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如果說有機會到戒菸門診去 因為你要知道所有的病 幾乎跟胃潰瘍 跟吸菸有絕對關係 我們再講一個最最恐怖的 肺腺癌 肺腺癌 肺腺癌不夠恐怖 胰臟癌 你知道胰臟癌第一名 導臟胰臟癌第一名什麼 抽菸 抽菸真的是百害無異議 我知道你們要幹掉說 老師安靜為什麼還要抽菸 為了你們 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為榮藥而戰 那我請問各位 那為什麼你很容易胃癌 因為很緊張 那為什麼緊張 因為就是在於說 你的專業度有很大的 夜水進步的夜水空間 因為當你懂得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當你懂得如何計算AC的情況下 我請問大家 4月30號那天 我所給大家的關鍵報告 有沒有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我說國際 禮拜一5月4號 如果跳空開梯 他很容易開梯 往上做夜水走高 就是因為開梯往上走高 短短兩天配合他財報利多 我們要賺了41塊錢 對不對 然後之後跟大家預告 收盤大於一個AC 那我請問各位 如果說你已經很篤定 他的夜水收盤是大於關鍵價 收盤大於AC 5月份第一個交易日 當他開盤開在372 372重新回到311 381塊錢的多方法價 你反手做多 短短兩天可以賺45塊錢 你看都會背 那是因為我們實際交易的歷程 然後之後又買次低 賣最高 然後又跟你預告週限關鍵價 因為過去的東西 過去的東西 你們說不要講太多 有對我認同 所以我講快點 這樣只有13塊錢 然後5月11號 禮拜一跟大家預告 收盤大於一個AC 然後416開不過 敗掉又68塊錢 68塊錢大家回測 399.25的關鍵價又買回來 68塊加7塊 總共75塊錢 那75塊錢 75塊錢之後 之後再上來 再來一遍 上個禮拜四 跟大家預告 國際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C 慢慢講邏輯了 因為還有9分鐘時間 我就慢慢講 所以說 當你潰瘍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小老師什麼叫做 微摺摺 你又說看電視廣告 叫微摺摺 我跟大家報告好了 什麼叫微摺摺 微摺摺意思是說 你永遠不會感覺到餓 可是問題為了維持身體機能的正常運作 你看時鐘吃飯 不會餓 可是有一個很怪的感覺 很怪的感覺 就是脹 脹 可是你知道 然後時間到時候 如果你不吃完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又脹又餓 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麼 我也 因為你知道 在醫院照過胃精之後 他就開健保局給大家的胃藥 胃藥會比較好的胃藥 有連續處方籤 那每次呢 我很好玩 我每次吃完藥 吃了六個月之後 六個月一次療程六個月 六個月吃完之後 回看醫生醫生說 謝老師 好了 我說好了 好了就病好了 好了 然後 然後醫生說 謝老師 不然再照一次胃藥 不不不 不要不要 因為你要確定 要怎麼確定好 就是要再照胃藥 那胃藥分有痛跟無痛 我之前有做過無痛的 蠻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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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先從這邊塞進去 說要打氣 不然氣 肚子拱起來 然後去照 然後如果說看到有潰瘍 或是息肉 他會直接把你剪掉 那剪的時候很有趣 他等於說管子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比較細 管子很喝 那塞進去 然後你從頭上 從頭上就塞進去 又一直想要咳嗽 又想要吐 也說不能吐 不能吐 不能吐 會前功進氣 然後剪刀再進去 看到 看到息肉 他就剪刀進去 剪刀進去 就剪下去 剪下去之後 你的肚子會 噗 噗 一聲 你知道嗎 很好玩 然後剪去做化驗 結果大概好了半年之後 因為抽菸真的有愛健康 然後又沒有去戒菸 然後半年之後又開始尾嘖嘖 然後上次去做無痛的 無痛 五月 五一勞動節 去萬邦醫院做 無痛還蠻好玩的 沒有無痛 我上去做無痛20年前 20年前 沒有 我再告訴大家 你知道我健康檢查花多少錢嗎 五萬一 你們有沒有想要吐血 老師這麼貴 好 我再舉個例子 你20年做一次健康檢查 五萬一會貴嗎 MRI 還包括MRI 腦部的一個所謂MRI MRI 不是斷層 MRI 那個叫什麼 就是你們看過那個電影 電影說歹徒在機器前面拿刀 那刀會被吸走 MRI叫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好 今天先講到這邊 又趕快解完 所以說 不要說沒賺到錢 身體又顧不好 那我真的沒辦法 上個禮拜四 先跟你們預告不好 所以禮拜五 我們放空國具 396放空國具 又賺了23塊錢 23加70塊 總共98塊錢 對不對 因為上個禮拜四 先跟大家預告不好 然後禮拜五放空國具 放空完之後 放空建設 建設也放空嗎 然後很清楚 在禮拜五跟大家預告不好 結果國具禮禮拜一 有沒有出現大跌 有哦 大跌 所以這樣又賺了23塊 所以總共98塊錢 好 開始慢慢來 慢慢來囉 來 來 先處理瑞育 那你知道AC的重要 這昨天 這昨天 我這樣比較快 快好了 昨天我很清楚跟你預告 我說昨天的AC 國具 我不跟你講 我不可能跟你講 我不可能跟你講 可是瑞育 我會跟你講 我說260.46 是昨天瑞育的AC 結果 結果呢 瑞育今天為什麼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今天 他開盤開在258.6 我請問大家今天的瑞育 他開盤有沒有開過2600.46 沒有 他開258.5 他開盤 開盤是小於AC 所以AC轉為一個所謂賣點 收盤是255.5 好 那麼什麼叫開盤大於AC 繼續講下去 這是昨天 昨天 因為我說過了 我這個人 我就是有本事做到股票 不用折 而且連我多空防守價 很抱歉 我只跟我的會員預告 麻煩你自己懂得多算 這是昨天 我很清楚跟大家報告 我說恭喜我們手中的220的 一玉龍拉到一個所謂漲停板 拉到漲停板 好 那玉龍拉到漲停板 看清楚 今天的夜髓 玉龍 他的夜髓開盤 是開在20.2 20.2 往下 當他往下急殺的時候 急殺的時候 同樣一支股票 同樣一支股票 昨天有跟你預告 今天19.25 19.25 我們再把玉龍做買進的夜髓動作 從19.25到20.6 你知道一天時間嗎 玉龍我們就賺了7% 所以說我不是只會做國具 那國具 為什麼我每天要做 因為我們有會員 他就只做國具 我們的等級裡面 就本來就只有只做國具 跟玉金光的 基本上 那你說老師 那我還是不要跟你做好了 你可以選擇玉龍的 你可以選擇源泰的 今天源泰也是創新高 那今天國具怎麼做 來看清楚 我看清楚 國具在哪 來 再看我盤行考 36分 好 我建議 我建議 尤其你做高價股的 現在有很多同步老師學我 講高價股 可是一下A 一下B 一下C 一下信華 一下5269 翔碩 這樣講來講來講 一下玉金光 這樣你是覺得不可能賺得到錢的 你要專注在一檔股票 你就只能來找我謝文恩 我們的專案是022392398 來看清楚 今天早上8點38分的時候 我就有告訴我的會員 我說他的壓力都在374.88 還有383.06 等同一旦今天早上開盤之前 當你看到國具的利益多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374.88 還有383.03 那我請問各位 今天國具是不是開在這兩個中位數的中間 383.06先記起來 383.06記起來 好開始了開始了 結果呢開高 然後垂直往上做個擊拉 好 我問大家 我問大家再一遍 我問大家 為什麼 開高往上擊拉之後 又往下擊殺 主力真的玩法都是一模一樣 昨天跟大家預告 大盤收盤小於關價 收盤小於AC PM開高走低 AM開高走低 那再看一遍 國具昨天收盤小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C 壓力374.88 383.06 再一遍 全台灣 有沒有任何一個投顧老師 這樣解盤的 全台灣有沒有任何一個投顧老師 這樣解的 我再一遍 每一個投顧老師就告訴你 他買最低賣最高 那如果都這麼樣的準 為什麼沒有一個老師 可以寫出這麼精準簡單的答案 打戰之前看答案 然後打戰結束 下午休息 晚上休息 學習如何去計算答案 這叫全方位360 好看清楚 今天382.5買進 好買進 買進看清楚 來來來 383.06是他多方防守價 多方防守價 對不對 多方防守價 那今天他開高往上做一個所謂擊拉 擊拉 擊拉 所以說382.5買進 可是買完之後387充一半 這樣是4塊5 4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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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出 為什麼要出 因為你盤中 不知道他當時的AC在387.5 你不知道當時他的AC在387.5 那我怕387.5不來 所以我387充一半 好這是完整的一個甩操作 那你說老師 那今天國劇又是爆量一根倒梯直線 接下來怎麼看 很簡單 昨天用瑞玉的故事 今天用220的故事 你能不能算出國劇的故事 那算不出來的夜水好朋友 02 2392 3988 我還是老話一句 中高價股搶錢專班 你一定要有本事做到這麼極細步的夜水規劃 沒有辦法的夜水好朋友 02 2392 398 少了百萬的夜水電視成本 你們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02 2392 3988 了解我們現在超級無敵大優惠 專家的決定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